大家好,我是叶瑩飞 李小龙功夫厉害,就谁人都知道 但是大家又知不知道 李小龙练成哲拳道之后 曾经跟三个人格斗 这三个人都可以打中李小龙 究竟这三个人是什么人这么厉害呢? 第一个是李家鼎在电视节目说的 他说当年在片场有个摄影副手 他自己在这里说 如果我和李小龙打,我就可以掃跌他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有信心 可以掃低李小龙呢? 原来李家鼎说 这个摄影副手都是李小龙的粉丝 他平日经常看李小龙的片 看完一次又一次 终于看到李小龙出招的时候 有点微动作 所以他就觉得 如果他和李小龙打 他就有把握掃跌李小龙 谁知好壞不壞 就让李小龙听到 李小龙说 出来试一下 那摄影助手就说了 不是,不是说一下 李小龙说不要紧 出来试一下研究一下 最后那个摄影助手 都出来和李小龙试一下 原来那个摄影助手 就研究到李小龙在出脚之前 就有一个小动作 所以那个摄影助手 一见李小龙一动的小动作 那个摄影助手 就用掃堂队一掃 李小龙真的被他掃跌 哇,李小龙跌低了 然后起了身后 就冲到摄影助手 拿起拳头 就想兜头打下去 幸好在场有人喝着 喂,会打死人的 接着李小龙就把拳头 打到摄影助手的心口 李家鼎就说了 当时摄影助手 中了李小龙这一拳 那个肺就裂了 三日出不了声 那他说的肺裂 就可能夸张了一点 不过三日出不了声 就真的 因为李小龙这一拳 应该打伤了摄影助手的气门 里面应该有些鱼血积聚住 需要一段时日 或者吃一些药才能散 这个就是我第一个说 跟李小龙格斗 可以击中李小龙的人 喂,那叶瑩飞 第二个又是谁 第二个我想很多人都认识了 他就是石坚 当年石坚和李小龙拍的《龙增虎斗》 有一些时间 大家在拍完电影之后 在休息 李小龙就逗坚叔 喂,切磋一下 坚叔说 留手 不用真力 就可以 最后 两人就闭门比试了 喂,叶瑩飞 我觉得有些不太合逻辑了 当年李小龙三十岁 石坚已经六十岁了 李小龙怒 石坚比试 好像有些性知不武 里面其实有段小插曲 当时在未被试之前 李小龙就闷 就跟石坚说 喂,我有个小把气 想试试 石坚问 什么啊 李小龙就跟石坚说 你站在这里 我踢你的小腿 看看你避不避到 石坚觉得挺有趣 好啊,试试吧 李小龙一起脚 石坚真的缩不切 被李小龙踢到小腿 那石坚的心有些不分了 喂,试多一次啊 李小龙说好啊 试多一次咯 那李小龙再踢 这次石坚的基景 预祖就避了 所以李小龙就觉得 咦,坚叔真的有些了到 我出这脚很少人避得到 那接着 所以就跟石坚说 喂,我们大家比试一下 哦,原来是这样的 咦,叶盈飞你这么说 就合逻辑了 那石坚和李小龙 就正式作出这个闭门比试了 那两人格斗的时候 石坚就用这个外圈游走 就化解了很多李小龙的攻势 那石坚就发现了 李小龙急攻一轮之后 因为需要拍戏就没有再比试下去了 那后来隔了很多年 石坚在一个视频的访问那里 也说出当年这件事 他说只是轻轻碰到李小龙而已 他说这些很平常的 不是什么特别 所以不值得拿来说的 好了,第三个又是什么人呢 第三个就是他一个学生 本身就做厨师的 有一次李小龙就和这个学生 练习这个自由搏击 可能当时李小龙不是很在状态 就被这个学生击中 那接着呢 李小龙就有点怒气了 急攻回这个学生了 最后呢 这个学生的下额就中了李小龙一拳 后来就发觉那个额骨歪了一点 就需要看医生去治疗了 叶迎飞听你说完这三个人之后呢 发觉李小龙的性格都很躁底 是啊 李小龙自己都承认自己有点躁底的 李小龙打伤了那个摄影师副手呢 李小龙自己都有一点内疚的 只不过是当时一时冲动控制不了 好了 曾经击中李小龙这三个人就说完了 那叶迎飞就有一个作品和大家分享 是歌曲来的 叫做《新的天地》 生生死死不惧怕 兜兜转转只事远 黎明尽了 青天在燕 是我主 给我明天 又一片天 另一片地 是我心中 灭那桃月 情怀未尿 他朝在雨 是我主 及我晴天 大家如果喜欢我整片 请按订阅 在这里 顺带一提 在你按订阅之余 旁边有个铃铃 你按下铃铃 第一时间就看到我的影片 多谢大家支持 请不吝点赞